汪小菲跟張蘭這對嗜血母子黨 到底還要蹭大S的流量 蹭多久呢 今天非常罕見的大S 在她的臉書上面PO文爆料 說在她懷孕期間 還被她的汪小菲前夫推打 甚至在婚內出軌的就是汪小菲 今天我要請問年姐了 大S其實很少回應這些緋聞的 這個大小隻這個婚變 到現在其實兩年多了 一直都是說對方在講話 對方在說什麼說三道四 還有網路上一片的這個 各種的傳言 大S其實都是不回應 要不然就是說此事到此為止 然後就是要不然經紀人回應 但是今天下午 重炮回應大S 發表了其實不算長 但是每一段話 都是聚聚血淚 大S為什麼突然發上 一個重炮的一個訊息 表示你知道嗎 她裡面有講到說 她曾經二死一重傷的過程 好 那我們等一下來講 就是說為什麼大S 突然發生一大片 其實是因為昨天下午 汪小菲去出庭 因為就是說打官司 就說離婚之後沒有付錢等等 或說暴露小孩子 還有大S的什麼各種個資之類的 出庭 他們這個我跟你講 叫做結婚容易離婚男 你知道嗎 昨天出這個庭 引來各大媒體包圍 當然汪小菲就講了一大堆 就是說其實那些個資 其實大S早就說過了 影片 照片 名字 還有他們家的地址 早就有了 我怎麼會是我暴露的呢 他已經先暴露 就解釋了一大堆 甚至於扯出來就是說 為什麼他當時要這樣的 就是說攻擊大S 他講說其實是因為 大S先詆毀他 他說剛離婚的時候 大S講說他沒有付錢 因為最先開始是大S 就是說提出來說 汪小菲積欠撫養散養費 是因為這樣開頭的 他說我是一個愛小孩的爸爸 我不能 我憤怒 我氣憤 所以我才去貼這一大堆 比如說個子會洩漏 是這樣而來的 我貼說我每個月付的話有錢 我才把那銀行賬號 還有等等什麼什麼 具細明細貼在上面 可是你知道嗎 我氣憤過後 我大概兩個小時我就刪掉了 所以這不叫做洩漏個子 所以就是企圖要 形塑一個形象 就是說他昨天去出庭 希望這個官司可以打得好一點 他們講 其實他講的是一大堆 包括說這個十年的婚姻裡面 他花了3.2億 在他們母子身上等等的 他說我花這麼多錢 最後我還被人被告 很冤枉 很冤枉 但是你知道嗎 汪小菲所在的地方 就是一個大的這個 所謂核報現場 他講著講著 因為這個官司反正已經在打了 他又爆了一個更大的料 他說其實 我跟你講 大S曾經在離婚前四個月 刷了我的卡一千兩百萬 買了一大堆的奢侈品 其中包括有一堆禮物送到韓國去 他是不是在影射什麼 他說 我不敢 我只能用猜的 我也想不透要送給誰 但是他講了什麼一千兩百萬 大家就是下來的標題都說 大S送了一千兩百萬的禮物 送去韓國 其實可能是包括他中間過程 很多的一個奢侈品的過程鎖字 但是你知道嗎 這個東西 汪小菲這一弄出來之後 不得了了 意思就是說 大S你這個婚內出軌 對不對 還有你要弄這麼多錢 搬去韓國 而且他指正立地說 是你已經受過我的員工 通過什麼什麼 去刷卡然後送去的 一千兩百萬的東西 要寄去韓國 多困難對不對 你要被查碎這麼可能 所以大S你知道嗎 剛剛就是說 下午他就發了一篇文 這篇大家要仔細看 非常精確的點出 汪小菲所有這個裡面的 所有的錯的地方 他都點出 因為大S其實 你如果不要把他逼到絕境 他是不會這樣做的 他說 對啦 我當時確實是因為 你先婚內出軌 你不要賴到我婚內 你先婚內出軌 等一下會講 為什麼這樣 這麼多的婚內出軌 所以我當時是在一種 非常氣憤 氣憤的時候 女人就會刷卡 我確實是刷了你的吉比卡 好 買了一些東西 但是 但是這個東西 都是給我自己用的 並沒有給我現在的先生 我先講清楚 並沒有買任何東西給我先生 好 然後他說 我當時就說 我為什麼會這麼氣憤你 為什麼就是婚內出軌的過程 到底是怎麼樣 他講說 其實因為有一次 張瀾曾經說過 說你 汪小菲跟黑人 因為政治理念不合 黑人揍了你 張瀾有講過 他說 汪小菲那個個兒 黑人那個個兒 他推他一下 汪小菲都不要抬到哪兒去 這樣子 這個大S第一次講這件事情 他說並不是 事實上怎麼樣你知道嗎 因為你喝多了有一天 你推到我妹妹就是小S 對 推到的時候 大S那時候是懷孕 懷孕的時候 大S當然是要戶 保護妹妹 對不對 因為打起來 他說連他自己孕婦都被推到 大S是好不容易懷這個小孩 所以大S有講 二死一重傷 因為他懷了兩隻小孩 就是等於是死過兩隻的意思 他這個時候就 他也被推到 你抓起那個 哈利波特那個金裝板 就是那個應該是CD 要砸過來的時候 黑人趕過去把你定住 你真的砸過來 我跟你講真的非死即傷 因為他喝醉了 所以他說黑人是出手固定你 停止殺害我 他沒有毆打你 現場一定有很多的證人 所以事實上 這個大S從來沒有講過 黑人也沒有講過來龍去門 只有張楠曾經講過說 那個黑人要揍他們王小肥炸 然後為什麼我會這樣氣憤 為什麼會有這些事情出來 為什麼我會去刷你的卡埋森視頻 因為我收到你大量婚內 跟不同女性不開入目的照片 我深受打擊 大S 女王 她以前就說 絕對是不能容許 她曾經有講過 如果我的婚內 發生任何不忠的事 我就是做一件事情 我會掉頭就走 她的個性是這樣 好 我深受打擊 不知道你為什麼要急著 兩岸兩地這樣飛來飛去 原來是這樣 她收到大量 大量 不得了 好 她就說 她就問張楠 跟張楠講說 我要離婚 她應該跟她婆婆講 張楠勸她不要離 然後大S 就把很多經過跟她講 就這麼多照片 因為太多 你就說一張兩張就算了 是好幾個個案 而且是跟不同女性 對 就是很多個 竹帆不及被宰的意思這樣子 而且是 我相信量是滿多的 照片量滿多 人也滿多的 所以張楠 我把這事情告訴張楠 張楠卻說 我給你保證 沒有這個事情 然後你千萬千萬不能跟我兒子離婚 她是非常愛你 她非常愛孩子 結果你知道嗎 張楠保證過後 隔天 張楠跟張穎穎的合照 就出現在各當媒體 你會當時就傳張穎穎的 汪小菲有緋文 然後接下來 我們大家都有看過那照片 就是有張楠跟張穎穎穎穿一個 黑色的T恤 還有張穎穎跟汪小菲 也有一些穿黑色T恤 同樣在那扇的前面這樣拍 然後汪小菲跟張穎穎 還有那個對戀 手戀 你知道嗎 那大S 我前天晚上張楠跟我照保證 第二天那個微博上面 刻那個小號什麼什麼 登了一大堆張楠跟張穎穎 汪小菲跟張穎穎 你說她會不會氣到瘋掉 我跟妳講說 她就是婚內輸給不同女性 妳還跟我保證說沒有 妳千萬不能跟我兒子離婚 我跟妳保證沒有 那妳保證沒有就是保證有 好 所以她就是覺得 她被這個真的是太羞辱 然後事後妳還自己公開 對 說妳跟她交往了 而且張穎穎是妳的恩人 所以我覺得大S真的就是 我覺得人家很遭遇 我覺得她不離婚是不行的 雖然說她很愛這個小孩 那我們再來講 好 汪小菲 妳這個牽扯到時候 因為離婚不是情就是錢 對不對 你們情沒有了 那這個錢的事情怎麼辦 現在就是這個錢的事情 怎麼樣都講不清楚 好 汪小菲說大S花了很多錢 什麼房子還有等等的 可是你知道嗎 今天包括S也好 大S剛剛有講 就是說十年婚姻之內 二死一重傷 二死就是我懷兩次小孩的時候 重傷就是妳是把我推倒的時候 還有她說我刷卡 對 我是一時氣氛這樣刷卡 是刷了應該就是 她講的一千兩百萬 接近那個數字 但是她有講一句 我自己賺的錢 結果最後是我自己在付 意思就是說 其實那個付那個錢 也是她自己賺來的錢 為什麼 這又扯到了 其實汪小菲在2018年的時候 就曾經寫過一張借據 跟大S借錢 借了2600萬 還有600萬 這不是台幣 現在還證實說這是人民幣 所以合起來多少錢 這個也快要上億 1.7億 對 這個時候是為什麼 因為汪小菲那時候要來台灣 要創業 因為要跟大S在一起 要開那個S Hotel 可是很多金流那時候進不來 所以她認為說 我急著要創業 急著要幫你們建構一個 這個事業 家庭 所以就是說大S有些媽墊錢 可是這是有寫借據的 必須要還 但是其實這筆錢 後來就是不清不楚 有沒有還清楚 應該是沒有 要不然大S也不用 就現在還出來這樣子 跟你這樣子 爭取扶養費 散養費等等的 好 那又有講 S媽才更慘 大S真的是最大股 S媽就說 其實那個 就是說除了這個之外 借據之外 S媽怎麼樣 S Hotel到現在 S媽還是保證人 她是承租保證人 對 所以即使他們離婚了 即使現在飯店不叫S Hotel S媽 S媽 美姐 她現在還是你知道嗎 還是連帶保證人 她說 我跟你講 如果我S媽不是心臟夠大 S媽不是命夠長 可能你現在看不到S媽了 這兩年來她氣急攻心 還有這個連帶保證人是說 如果這邊哪一天房租付不出來了 哪天這邊有什麼事情 連帶保證人是要回場的 甚至要被關的你知道嗎 這麼嚴重 萬一付不出來 萬一就變成什麼什麼 不曉得等等種種的問題 因為一個飯店那麼大 所以會有很多很多的事情 會可能會發生 所以S媽是連帶保證人 你知道嗎 一天都沒有辦法睡好覺 所以你知道嗎 這個事情牽扯到S到現在來講 她今天還是很勇敢 她說我呢 我跟你講 不怕 就是說氣憤 憤怒 一切都過去了 現在我事情講出來 上 今後進化水月 你走你的路 我走我的路 這個樣子 對 所以S要堅強 我們也要給她打氣 但是汪曉飛 你到底是說 S媽講 你有沒有良心 你們全家人 你看 其實這 蹭到不行 蹭到不行 各個蹭 每個都蹭 你知道嗎 張蘭當然不用講 從離婚那一刻開始 就是每天這樣 他們酸辣粉就這樣 每天賣 每天割床單 割棉被 割什麼 前天還賣胸貼等等 大家覺得說完全沒有下限 好 張蘭因為 趁大家一起賣酸辣粉 賣了大概幾億入袋了 你知道嗎 因為大陸人多 買起來不得了 甚至於 你知道嗎 他們家的保姆 這個保姆 現在離開S家不做了 回去了 回去之後 也開始賣酸辣粉了 也開始賣酸辣粉了 就是賣他們家的酸辣粉了 所以他們就說 天啊 你們全家周圍 他們都是吸血鬼 到底要吸到什麼時候 所以其實讓人家覺得 非常非常無言 甚至於你知道嗎 王曉飛會行錯這個好爸爸 因為要開庭 要打官司 他們前陣子帶了 他的新歡Mandy 帶出來的時候 還要把兩個兒女拆在旁邊 大家就覺得說好奇怪 他的兒子跟女兒 應該跟這個Mandy 完全是不熟的吧 對 好 那Mandy穿了一身禮服 那種好像趁他派對這樣 還有兩個小孩 還要真的很熟 其實我覺得小孩子很可憐 真的不需要這個樣 你如果真的是個好爸爸 你真的愛他們 真的不要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來蹭 來這樣行錯 真的沒有必要 因為小孩 必須那小月兒已經12歲了 都懂事了 都會上網 都會查了 不用這個樣 因為家裡的事情已經夠多了 煩惱夠多了 這個上官司的事情夠多了 真的不需要這樣 天天蹭 日日蹭 蹭大S 然後滿足全家這種曝光 賺大錢的欲望 星光霹靂火再度上演了 這次國下情菜 是大哥要去告三弟的老婆 如今星光竟虧損了73億元 到底是要賣子公司 還是要叫大股東來增資 老大跟三弟炒翻天 當然如今最擔心的恐怕是 300多萬的存戶跟保護了 會不會受到威姐呢 威姐就要來告訴我們 這些存戶 保護 會不會受到影響 霹靂火 星光精的霹靂火 還要演多久 我跟你講 嘉芬 你知道嗎 這一場台灣的星光霹靂火 已經上演了幾十年 現在最新的消息 今天據說 頭一次我們金管會的大家長 黃天堡 黃主委 已經正式第一次 把老大跟老三邀在了一起 你知道為什麼嗎 就是要解決 我們他們不只300多萬戶 我們加加幾千 670萬戶 左右跟他們相關的保護存戶等等 你知道 要解決他們的焦慮 你知道為什麼 有這麼重大的一個焦慮 搞到金管會的主委 必須要出面呢 來 管理人 我跟你講 其實話說哪裡 其實昨天 3月19號 其實對新鋼金來講 是一個滿重要的日子 為什麼 他的這個新鋼金那邊 已經正式對完了法說 他講 來 觀眾朋友你看了 真的是要流眼淚了 新鋼金去年稅後 講的是稅後 大虧了73.2億 他在這場法說裡面講說 因為新鋼人壽虧錢 再加上 這個金管會也到處要求他們 6月底 今年6月底你的RBC 資本市儲率稍晚 我再跟大家解釋 你要達到200% 你才能夠放離過關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要怎麼樣 我跟你講 可憐 我們這個將近四五十萬的 新鋼金的小股東 今年把股沒有股力可以領 現在ETF每個人都要跟你講 高股線 高股力 我跟你講 對新鋼金小股東情何以堪 我跟你講 新鋼金的投資朋友 你看 新鋼金是去年2023年 唯一一家金控 沒有 沒有獲利 而且你是虧損 再加上它是唯一一個 發不出金控的 我跟你講 很多人看得非常心酸 為什麼 來 觀眾朋友你看 這已經第二年了 不是第一年 你看一下新鋼金 目前為止 它從2019年 你看好歹 你再怎麼樣不到一塊錢 你好歹也有 好歹也有 今年 而且去年2023年 每一家14家金控 每一家人家都賺錢 只有你新鋼金的賠錢 你這個事情你怎麼說 而且我跟你講各難堪的 你不比還沒有傷害 比了你真是難堪 富邦金 國財金 他們是前段班 我們是放牛班 我們就是標準寬鬆一點 管就沒有人家看 這家你總是有聽過 台中營 前一段時間他的董事 這樣還因為這個怎樣 挪用公款還被人家羈押 很難看對不對 你看人家 好歹有0.96元 我跟你講這是星光無家了 你什麼時候居然變成了 我這一天 所以你在這裡面 你就知道他真正最大的黑洞 在痛在哪裡 其實就是他星光人獸 其實管理名我們都知道 我們生活在台灣 其實早期星光人獸跟國泰人獸 是我們國內本土最重要的兩家 可是你看到光以去年 我們不講 資本自主力不足的三家 被公布出來真是很難看 目前就這三家 而且其中一家 他已經趕快回到了200% 現在你的新售 我跟你講 他現在就被金管輝追著拋 你看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是台灣星光家族 什麼時候你今天變成了這個樣子 我們來看 那你的黑洞到底有多大 我們幫他算一下 怎麼補 來看 目前為止 他已經被金管輝要求 所以現在冬擠 西擠 擠出了125億 再加上他目前為止說 所謂的他星光 金控旗下的子公司 加加減減他有賺錢 付出了70億還不夠 現在還發債發了80億 是 算一下 來 這筆帳 他目前為止交出了275億 他說這樣我來補 我跟你講還被打回來 現在人家金管會給你面子 不跟你講說 反正你趕快給我補 今年6月之前回到 你的資本市值也回到200% 現在大家要問 你的洞到底有多大 對啊 你猜有多大 黑洞有多大 來 我跟你講 初步估 大概有一千億桌 而且還是大約 現在你還不知道 他的洞有多大 因為不願意講 金管會一直沒有講 一定是因為真的很大 在這裡面 我們就要觀眾朋友 你就要有個概念 為什麼星授今天 碰到這個主要的問題 為什麼金管會 飛揚他腳不可 我跟你講 這是跟你我 大家通通都有關聯 不是只有星光金控 一家路問題來 國內你只要是金融機構 你一定要留下一筆足夠的準備金 這個準備金要幹嘛 我跟你講 天有不測風雲 萬一哪一天你金融機構 做出了什麼事情 你要擠兌的時候 你要有錢 可以給人家存戶保護 所以現在新售就碰到 你現在資本私主力差別很大 主要是在這個原因 金融海嘯 當時大家都還有概念 你知道當時就好幾家金融機構 因為RBC 就是資本私主力不足 倒掉被清算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金管會 你一定要保護住 所有的保護 跟很多新外金融 存戶主要的原因 據說這個老大跟三弟 光是說我是要賣子公司 還是我是要大股東來政治 兩個人說吵翻天 你家吵是你自己的事情 問題是萬一你資本準備率 不足的時候 全台灣超過300多萬 現在的保護該怎麼辦 我跟你講 原先的這個保護 原先它的高峰期在新手 是800多萬 現在已經跌跌跌到 只剩下300多萬戶 300多萬戶難道 它的權益不是嗎 現在的星光金控的 主要的團隊 已經是老三在掌控 那在這裡面 他旗下的兩個剛接班的 一個是陳懷舟 一個是這個新手現在的 這個勞動員就是寶哥 發現說裡面的洞 還真的真不小 要怎麼辦 那該怎麼辦 所以現在他就跑去 求金管會 現在金管才知道 我的天啊 原來你的黑洞這麼大 當時有講 在這個情況之下 最後黃天木當場怒斥這兩個人 回去告訴他們三件事情 新華吳家的兄弟 不管你要忙什麼 三件事情你一定要做到 第一個 我不要別的 請你大股東 吳家的人自己掏錢出來增資 他不接受其他的 你不要跟我講 Logo Soko 就是要你大股東出錢 第二件事情 你六月份 這個大家都知道 你一定要達到200%資本市主率 否則你現在告訴我一大堆 誰要幹嘛 弄了一大堆的東西 通通沒有用 你這只是推託支持 到時候沿路給你罰 罰到你繳完錢為止 你現在在這裡面動很大 錢不足的時候 你知道會造成什麼 你會讓投資人一下子 股價會更跌 現在都已經剩下8塊多了 還有目前為止 如果通鷹 還有一大堆的那些私募基金 發現原來有利可圖 要進來搶經營權的時候 該怎麼辦 所以目前為止 他們現在正在全面協商 老大 吳東京跟老三 現在就在尬這件事情 老大當然來講 對他來講 當時他去年痛失他的經營權 原因真的就是因為經營不好 經營不善 這是大家公開知道的 所以在目前為止 去年已經這個最後 原本一直持有最大的 現在錢最多的 控有最多的依舊還是吳東京 他是最大的股東 可是在去年 他頭一次痛失他的經營權 給了老三 原因就是因為經營不善 目前為止他只剩下 十五席裡面 老大 吳東京只剩下五席了 剩下的三分之二 十席全部空在 這個老三這邊的手裡 好 那問題來了 現在經營權掌握的人 老三他有辦法Hold住 據說目前為止 問題真的很大 兩個兄弟持續在尬掐 他們兩個人吵了一輩子了 而且當時為了新鮮 還拿了煙灰缸直接老三打老大 這件事情數十年來能夠解決嗎 沒辦法解決問題 現在老大希望班師回朝 是 股東京要用什麼方法 來 你不是要大股東增資嗎 對 請全體的星光無家人站出來 全部通通都把錢弄出來 我老大再來班師回朝 再來控有星光京這多爽 是 老三當然不願意了 老三其實一直好透過這些人 為什麼要告訴金管會主委 為什麼要去澄清 你知道為什麼嗎 其實他就有講了一句 非常妙的話 我聽了心有戚戚焉 星光京現在已經進入了 家戶病房了 已經到了最後一刻 現在你這些特效藥 你又不讓我賣子公司 不讓我做別的 難道你要等到 我的星光京進了太平間 你才給我用特效藥嗎 所以你就知道說有多緊急 現在黃天幕就講說 你家的兄弟 你自己 我把你們找來 當面趕快處理 將近一千億的破洞 趕快補起來 否則你在這裡面對所有的保護 大家該會有多焦慮 目前為止 現在兩邊還在尬掐 加芬你知道嗎 你開場的時候不是有講說 他們兩邊還在對打 連吳東進還在告彭雪芬 你就知道說情況有多嚴重 他們兄弟倆以前都不太願意 互相碰面 碰面都要吵架罵 所以現在他不得不為了解決 這個債務問題兩邊開始要常常密集的溝通 結果他們頭一次 他們兄弟倆開始願意坐下來 在同一部車裡面 結果一路從生治案 從山下開到他們陽明山的山 兩個人繼續吵架 兩個兄弟見面 從來沒有辦法解決問題 只會製造更多的問題 現在吳東進還在旁邊看 什麼時候我可以班師回草 還有你這個很恰恰的彭雪芬 你不就吳東亮的老婆嗎 你在這邊 我要告你 為什麼呢 因為去年其實大家都不要小看 其實吳東亮他們當時 老三他其實已經集合了好幾家 通通都空在手裡 包括星聖 永光 毛坊 或者是星光石葉 這次告他的主要原因 出在哪裡 彭雪芬他空有的星光石葉 你不要小看星光石葉 一家公司好像小小的 他是關鍵男 他目前為止是星光金控的 第四大股通 如果你控有星光石葉這家公司 其實你等於也控有了 這個星光金控非常重要的股權 所以在這裡面 你看吳東進 原本他是要跟他討回來 就是現在你畫面上看到 漂亮的彭雪芬 他目前為止是星光石葉的老董 去年他們董間改選了 他一個人控有這個市場 結果吳東進說 我也是股東 我也要進來開會 第一件事情 他就直接被彭雪芬 他派來代表擋在門外 那吳東進說我要提案 我是大股東 我要講話 那好吧 那你開視訊 開視訊 你要講話 人家提案了 把你關掉 我就是不要讓你講話 我跟你講 到了後來 這種事情完全鬧上了法院 他們是不是最親的人了 對 他這個吳東進 跟他這關係又是什麼 他是吳東亮的太太 又是我的弟媳婦 我們應該親上加親 結果鬧了一輩子 現在直接在法院見 目前為止上訴並沒有成功 持續要告 出不了這口氣 而且彭雪芬他在哪裡 他就覺得很難過 因為當你彭雪芬 在這個位置的時候 我吳東進的兩個女兒 吳欣盈就是競選副總統 吳欣盈跟吳欣如 我兩個寶貝女兒該怎麼辦 所以在這裡面 我只能說 星光吳家兄弟 你已經吵了幾十年了 有結果嗎 沒結果 但是所有的 包括300多萬的存戶 星光金的銀行的 還有人壽這最恐怖 也還是有300多萬戶 還有40幾萬到50萬的股東 請問他們權益該怎麼辦 所以我跟你講 草是你家星光自己的事情 可是所有的權益 星光金 是屬於所有投資觀眾的 所以我覺得這些部分 金管會主委 真的是一定要好好的問一問 你到底大股都要不要增資 你股權在怎麼爭議 這是你家的事 可是所有投資保護的權益 誰來保照 這才是最被關心的 香港火速通過了這個基本法 第23條的國家安全立法 換句話說 香港已經正式宣布 沒有言論自由了 還有首富李嘉誠 又開始甩賣房 他嗅到了什麼樣子的訊號 金平哥要來告訴我們了 這個法案通過之後 會不會重創香港的言論自由 跟經濟的命脈 這可以說是香港 這20年來最重要的一個 這個見證的時刻 因為一過去一直在想 香港一國兩制 那香港的這個 俗稱維護國家安全條例 是香港基本法裡面的 第23條 它這樣的條款裡面有規定 凡是這個煽動叛亂 還有間諜 以及這個破壞國家安全的 等等這些罪名 還有這個什麼破壞的一些 這個政府的這個基礎設施 最重都可以判到無期突襲 這個維護國安條例的這樣一個 香港計法第23條的立法 有別於這個中國的人大 過去在幫這個香港自訂國安法之外 這是另外一個等於雙國安機制 這對我以前在研究香港 和這個研究中國大陸 一國兩制的這個制度 這等於是香港等於言論自由的遺跡 最後一道警鐘了 因為我剛剛講這些東西 你一旦觸犯了 那幾乎都是刑期非常的重 那比如說我過去工作的媒體 蘋果日報 你以前在香港 我還可以曾去採訪他們 我還去香港蘋果日報去受訊 可是後來香港已經沒有這個媒體了 那以後你在香港 假設你持有這個蘋果日報刊物 可能最重都要判三年的徒刑 你知道就可能觸罰了 這個條例 因為這個條例在昨天通過了之後 這個禮拜六 3月23號 它就正式生效實施 那影響所及 其實香港的這個銀行為了留住外資 因為外資就會開始撤走 我剛剛講的是外媒 外資 那陸陸續續 那香港的最近這個銀行 都出現了一個很詭異的情況 你看香港的個別銀行 它竟然可以出現那個 銀行的這個固定利率 你的利率高達到13.9 一週 一週的這個 標高 對 標高到13 有了10.9 有了12.9 還有最高13.9 銀行 為什麼個別銀行要去搶外匯 他們一般這個外匯 它的這個存的外幣的門檻 其實2000塊美金就可以 它不但放寬說 你認定必需為新資金 放寬這樣的一個規定 甚至為了搶客戶 無所不用急急把利率拉升 那定存利率的急升 就是反映說 你香港的這個銀行 你的外幣短期的資金出現的緊張 而且你會擔心說外資 它的部署香港會開始出現一些撤離潮 那你這樣為了留住客戶 為了留住資金 所寄出來的這個動作 大家都看得出來 那還有一點反映到的是 香港的這個樓市 我覺得這最可怕了 對 那之前香港的這個 曾經是這個首富嘛 李嘉誠 他之前在香港出現了這個 用七折的這個房價 賣給了這個購物主消費者 結果沒想到他最近在上海的普陀區 上海普陀區一直被視為是文教區 在上海那邊 他有一個高尚領域的這樣一個樓盤 就是我們講的建案 他傳出來用85折的這個價格出售 85折是多少呢 周邊的一些新建或是二手房 他的這個每平方公尺 就是每平方米 大概是10萬9千8百塊人民幣 結果他用的是9萬8千塊人民幣 足足便宜人家1萬1千塊人民幣 你想想看 這樣子他能賺錢嗎 他其實還是能賺 一般稱呼他這個叫甩賣 比周邊的這個房價還便宜 那其實我剛剛講到的是 過去他曾經在香港 有一個這個香港青海義 第二期的這個樓盤 他的新建案在賣的時候 就用七折拋售 對 他之前已經做過一次了 然後而且當時做過一次 當天宣布 然後賣完 當天就賣完 直接很快 就像這一次的這個高尚領域 普陀區這個李嘉誠 他們這個委託他們旗下的公司 要賣的 也是一樣 他只有七十幾套的這個房子 那最近香港其實 香港當局一直在單說 外資外幣的這個撤離 資金留不住的情況下 他要撤蠟 什麼是撤蠟 就是香港他在管制樓市的時候 管制他們房地產會有一些蠟招 比如說他的新住宅的印花稅 還有買賣的印花稅等等 他會用一些管制的方式 他最近為了怕這些管制的方式 會壓抑住這個房地產市場 讓他沒有辦法動起來 為了吹出他的動能 他就撤蠟 所以今天他又開始折價售屋 從香港到上海 他重複使用這一招 等於故技重施 所以房市一般 這個房地產界就認為說 李嘉誠你是不是預判到了什麼 預判到中共的手 越來越深進去管制了 你不趕快跑的話就來不及了 你看看恆大的地產 這個還不夠 許家印的狀況 經驗還不夠嚴重 所以當香港立法會 昨天三讀審議通過的時候 其實還出現過一個小插曲 那是什麼 就是其實是昨天傍晚6點53分 最後89名香港立法會的議員 然後才審議通過 結果沒有想到 在差不多約末6點半的時候 中國大陸的官媒 央視 你要知道央視他所播出的新聞 或什麼都必須經過審批的 是很嚴格的 官媒 官方的喉舌 不是隨便你 那個會掉腦袋的 會掉飯碗的 結果沒想到他6點多 6點半的時候 他就說已經三讀審議通過 人家還在開會 雖然香港立法會是昨天 一天之內二讀三讀通過 但是還沒開完三讀 你怎麼標題新聞 就已經先偷跑了 所以表示這個告訴大家說 他們其實早就設定好 這通過沒有問題 只是你太急了吧 後來他們趕快也修正 把那個文稿給撤掉了 你就知道說 香港最近出現這樣一個狀況 的確是令歐美各國 都在關注以及憂心 是不是真的像靖畢哥 剛剛所講的說 這個李嘉誠真的嗅到了 不管是上海還是中國 真的出現了一些異狀 所以他趕快 用這種撤蠟的方式 趕快把手上的東西拋售掉 我們就來看看 中國裡頭 現在是不是真的 像恐怖地獄一樣 出現了好多奇形怪狀的異象 因為中國近年來的 這個經濟增速放緩了 所以社會產生了一些 不安定的因子 比如說我就講 昨天3月19號晚上 很奇怪的是在北京瀋陽 還有很多的中國大陸一些大城市 發現了同一天晚上 汽車去衝撞了這個機車 這個畫面看到的是 其中北京的一個東城區 它那個汽車 即使應該行駛在快車道 卻行駛在一般靠近人行道的 他們叫做機車 或者我們像機車道 慢車道 他們叫電動車 電動機車道 等於是很靠近人行道的這個地方 不斷的去衝撞這些機車 還去撞到了很多的這個行人 導致你看現場車輛被撞成 雜亂一盤 然後而且是雪雞斑斑 觸目驚心的這個畫面 像北京 瀋陽 浙江 都有類似這樣的一個狀況 汽車去撞到機車 撞到這個行人 而且是同一天之內 發生了這麼多危險的這個畫面 都讓大家覺得是 這些大城是怎麼了 除了這個之外 最近在一個禮拜 中國多地 包括山東的林漪 還有包括這個 河北的邯鄲以及四川 重慶 都發生了這個校園的霸凌事件 而且有的受傷 有的甚至死亡 還有甚至在浙江 重慶 都有人去信訪 上訪 信訪 上訪是大陸的用語 我們台灣叫做去沉情 民眾沉情很正常 但是在中國大陸是很嚴肅 而且是很緊張的事情 當他們去沉情的時候 竟然還有民眾 跟警察發生衝突 然後甚至還有民眾 直接被警察上訣 上訣給帶走 跟警察發生衝突 直接被拖走 而你現在畫面上看到的 這是 也是在重慶上訣的 這個是民眾 他是去沉情 結果被上訣游街 我去沉情 我最好還被你們當成嫌犯 我還去丟掉我的尊嚴 這不是讓大家越看越氣憤嗎 那你這是助長這樣一個 二勢力的這樣一個籠罩地方嗎 那除了這個之外 民眾這麼多在社會引發 引力院 那中國的官方領導人 你到底在幹嘛 對 習近平被後來注意到說 3月18號他去湖南長沙 他除了去考察毛澤東的母校 就是湖南省的第一長沙 第一師範學校 那之外他還去看了一個 巴斯夫33電池公司 看電池 這個是全球離離子電池 它的市占率算是很高的一個 而且領先優勢 算是很大的一個電池公司 當然是外資 德國的巴斯夫公司 跟大陸的33的國池 各持股51%跟49% 那習近平去看 當然有他標誌上的意義 但是這個時候 我講到電池 就不得不提到 中國大陸能夠威脅到 特斯拉電動車的 最大的車這個品牌就是比亞迪 那比亞迪可是這一兩年來 不斷的傳出什麼事情 自然 對 不斷的就是 電池爆炸 電池爆炸 燃燒 你看到沒有 雖然說電動車大部分的電池 它都是在這個汽車的 這個駕駛人的座位上 但是也既然曾經發生過 很多比亞迪的這個汽車 它幾乎都是在 靜止不動的情況下 不是在行駛當中 或者是在充電當中 是這樣子產生爆炸 然後甚至還會導致駕駛人 被困在車內 車門也打不開 然後直接因為這樣子 在車內死亡 所以比亞迪的自然意外 在去年高達了百分之 增加了36% 然後平均每天燒8輛 這怎麼回事 你變成自然車的車王嗎 所以剛剛講電池 讓人家聯想 有一個這個中國大陸 也是標誌的電池界 叫寧德時代 對 寧德時代去年它的公布財報 是超過4000億 達到409億人民幣 據說它分紅 也大概是分了220億 但市場開始也有質疑的聲音說 寧德時代是不是已經到了頂了 它是不是已經變成了 走到了這個AI的盡頭 怎麼說呢 你去看福建省寧德市車站 距離它5 6分鐘車程的這個地方 有一個小區 甚至像台灣就叫做一個里 那名叫新春風里 能源春風里 結果沒想到當時在平均 它的房價是一坪 大概8400塊人民幣的樓房 它可以在全盛時期賣到 每瓶2萬2千塊人民幣 炒到那麼高 可是最近就發現說 屋主開始在拋售 在棘售 他說為什麼呢 因為屋主就有跟這個 這個仲介公司講說 他們開始有一些調動 有一些要離開這個地方 才發現說寧德時代 其實在今年初開始 就開始去走訪各大的主機場 在中國大陸面部 想要解決它產能過剩的問題 人員也開始會離開這邊 那寧德時代的老董曾鈺群 他之前也曾經跟這個 習近平報告過 他說他現在在全球的勢戰力 已經是到達37% 接近4成了 連續6年全球第一 他很高興的把這個數字 跟很傲人的成就 告訴了這個習總書記 習近平當場只表達說 這個類似一喜一憂 憂喜參半的這種感覺 為什麼 因為他怕他成為下一個華為 你跟中國大陸的軍方 跟政府關係的密切 而且你現在勢戰率越來越高 美國政界跟商界已經開始有 對於這個寧德時代 他要對付你的這樣一個 把你當成下一個華為的狀況 要去鎖定各種手段要對付你 現在你跟習近平表達這個事情 會不會真的變成 美方圍堵制裁下下一個犧牲品 在美國的二戰老兵在過世之後 家屬去翻他的遺物才發現說 天啊 裡頭竟然有寶藏 怎麼會在遺物當中發現了 有一張奇怪的地圖 上面還有陶器 還有這些古流球王室的畫像 而且更離奇的是FBI鑑定發現 他們真的來自18世紀 薛偉哥 這個地球上 真的有寶藏嗎 這個寶藏 尤其是在二戰之後的很多寶藏 現在成為很多考古 或者是那個什麼尋寶家的 所要查獲的東西 包括台灣也是 之前日本人是不是在台灣 遺留下很大批的黃金對不對 對 甚至有人講說 是在總統府下面的密道底下 所以之前還有人 申請要去總統府前面 凱達克蘭大道開挖有沒有 挖看看日本人的黃金 有沒有藏在這個地方 好 那我們再講回來好了 這次發生在美國 麻舍出沙州的一個二戰老兵 他不久前過世之後 他的兒子 子孫就開始 清理他的一些遺物對不對 一整理 嚇一跳你知道嗎 他們遺留這個遺物裡面 總共有22件 真的不是本世紀的東西 而且更古老 搞不好是兩三百年前的東西 你知道嗎 後來經過鑑定發現說 原來這是22件的古文物裡面 完全都是琉球地區 琉球當地 就是日本琉球當地的一些古文物 你看我們現在看到這個 這個影片裡面有沒有 包括這個什麼圖畫 守繪的圖畫有沒有 王室圖畫有沒有 這個王室的肖像畫 真的是畫得那個許許圖像 還有這個是什麼 守繪的地圖 還有很多的陶製品跟陶器有沒有 他們就講說這些東西 到底有多值錢他們也不知道 後來這些子孫就上網去查一下 發現說原來這些東西 其中有4件 是被那個什麼 那個日本琉球縣政府 已經列為什麼你知道嗎 符合國家被盜藝術品 對不對 這個指控很嚴重 這是國家被盜的藝術品 對不對 既然符合到 這個子孫嚇到 他也不敢站為己有 也不敢拿出來對不對 那怎麼辦 通知他們的那個聯邦 那個FBI嘛對不對 他告訴說 我不知道這些東西從哪裡 我是整理我父親的遺物之後 發現了有這些東西 那怎麼辦 後來就經由美國政府 就把這些 因為人家都已經講說 這是我國家被盜的藝術品 叫我偷偷被盜 就是說你拿的人就是盜 對 所以他們就說 我乾脆還給你好了 就還給你 現在已經很順利 把這些東西歸還給 那個琉球縣政府 好 那我們剛才講到說 第二次世界大戰 包括軸心國的國家對不對 尤其是希特勒 剛才講說日本也掠奪了 很多黃金跟財寶對不對 可是看到希特勒有沒有 還比較怕人 為什麼 希特勒在很短很短的時間內 幾乎很少整個歐洲大陸 那時候被滅的國家有多少 對不對 而且希特勒說真的 他當時在佔領一個 這個國家之後 他精心設備的一個組織 專門就是什麼 清理財務的一個部門 就專門說我來這個國家之後 我就要清理你這個國家 到底有多少的資產 對不對 我就開始要有計畫的開始掠奪 最有名的是怎樣 這個就是納粹在征服波蘭的時候 這個是第二號人物 希特勒以下的第二號人物 叫做戈林 戈林 他就掠奪下令什麼 要把波蘭的文物 全部給搜刮過來對不對 所以德國後來戰敗之後 人家就從德國官方裡面 秘密報告靠之後 1944年7月為止 從西歐運到德國人物 載了多少 137輛的鐵路貨車 鐵路喔 對 你看 不是小卡車 鐵路貨車 鐵路貨車對不對 而且共計什麼 裝箱之後4174箱 這個箱子不是我們一般 看到那個箱子 箱子都這麼大塊的 以前那個在故宮的文物有沒有 那種箱子特製的箱子都很大對不對 4000多箱 所以我們人家講說 你看 把這些東西除了就地隱藏之外 其他載回德國的 就已經有這麼多東西了 那很多 他就開始 部分他就開始隱藏在 滿在哪裡 對 大家就知道就藏在哪裡 到現在都還是很多人追究的目標 為什麼 因為太多東西不知道藏在哪裡 你看 現在很多寶藏 聽說是在奧地利的境內對不對 因為那個時候 希特勒成下一道密令對不對 對 用飛機運過去 這樣一億美金的黃金對不對 可是後來怎麼辦 那個飛機竟然在阿爾卑斯山 這個地方 觸山之室 大家當初只是傳說說 真的假的 對不對 黃金現在很值錢 對啊 黃金很值錢 可是阿爾卑斯山 可是你也知道阿爾卑斯山是什麼 常年都是積雪 對不對 問題是你在這邊撞山 誰也不知道 到底你撞到哪一個位置 雖然他很清楚說 告訴你說阿丹莫羅峰對不對 阿丹莫羅峰這個地方 可是這個峰也不小 對不對 好啦 他們就講說這個 這個 開始很多人就開始去搜查說 到底是真的還假的對不對 對 到了1945年果然有進展 那時候就是 在山裡面發現一架 納粹的飛機跟飛行員 駕駛員的一些那個屍骸 那有一點點小蛛絲馬跡了 就是當初的傳聞好像是真的 對 飛機真的撞山了 那可是撞山之後 在這個飛機裡面撞到 柔軟軟軟了對不對 爆炸一定是 那怎麼辦 那到底有沒有黃金呢 大家就很仔細的去查 後來發現說 現場還是看不到黃金 那人家講說 其實經過這麼多年來 這個每年都有很多的 四個山崩 那個山崩 雪崩對不對 這黃金搞不好被那個冰河 不知道衝到哪裡去 掩埋到下面去 是不是這樣 不知道 那後來到1949年的時候 你知道奧地利的警方 那時候川門在清查納粹分子 對不對 果然在一個藍織的衣服裡面 查到一張單子 那張單子裡面有鑽石黃金什麼 金銀珠寶列了一堆單子 清單啊 對 而且你知道嗎 那個蓋章的人是他們的 德國納粹的一個千年軍元帥 你知道嗎 這個可信度是不是很高 很高 可是怎麼查 他就不可以說 他就不告訴你 那怎麼辦 那也沒辦法 對不對 後來又找到他的同伙 叫做西摩爾對不對 後來在他的教堂 一個寺廟裡面 就找到箱子裡面 有五百多萬的美鈔跟金條 就表示這個美鈔 到底是真鈔還是假鈔不知道 因為當時有很多 列印了很多的衛鈔 希望撈亂美國的金融市場 所以後來 因為這個消息太敏感了 他也沒有證實這些東西 是真的還假的 不過比較可靠的是什麼 1938年那個希特勒 曾經建造一個叫做狼穴的地方 這個狼穴幹嘛 是在二戰期間 他們納粹的一個指揮部 指揮中心 那裡面竟然還有造幣廠跟銀行 那做這些東西 我剛才講過說 他們可能要印假鈔 撈亂的國際金融對不對 那造幣廠是做什麼 就開始自己印錢對不對 那這些錢到底真的假的不知道 可是後來你知道嗎 因為德國後來的 納粹它的那個戰況 越來越差了對不對 所以這個指揮部 竟然變成它藏一些 一些經營珠寶的地方 藏寶藏的地方 為什麼 因為當初蓋這個狼穴的時候 這個狼穴說真的 這個雖然在波蘭境內 可是因為靠近德國對不對 這個狼穴當初在蓋的時候 真的是祕密很多 為什麼 當初一萬多個去那邊蓋的人 有沒有 他竟然全部 後來全部槍殺 他是用戰斧去蓋 蓋完之後就直接槍殺 你知道嗎 而且當初蓋這個狼穴 因為在地底下很深 還有一些防禦工事 很多東西 他不要讓人家知道說 他的弱點在哪裡 所以當初設計這個狼穴的工程師 有沒有 竟然他們以說 我要把你帶回去德國 囚禁 可是那個飛機當飛到德國之後 一落地 竟然飛機他們還沒下飛機的時候 整個飛機就爆炸 這些工程師全部就死在那上面 好啦 現在大家要在講說 其實二戰期間 比較著名有幾個比較大的 那個什麼 那個珠寶 藏寶 寶藏 現在到目前為止 大家比較關心的 為什麼會突然間不見 第一個就是納粹的黃金火車 你知道嗎 這個黃金火車 據傳 不是整台火車火金 黃金做的 是裡面載滿了 二十三箱的黃金你知道嗎 而且很多價值超過 竟然一百億美金你知道嗎 這個黃金火車 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因為他們在行駛 要回德國的路上有沒有 你看這個照片裡面有沒有 這當初聽說傳聞裡面 都裝滿黃金 剛才第一輛那個 還有很多的珠寶你看 珍貴的東西有沒有 都裝在裡面 可是你知道嗎 在經過一個隧道的時候 這台火車竟然離奇的就失事 而且失事裡面的人員 跟東西完全不一而非 是不可能啊 不可能嘛 對嘛 所以人家說 這一定是在隧道裡面 造了什麼造假 把東西從隧道裡面 可能有秘密通道或怎麼樣 運走了 人也跟著走了 那再把火車給毀掉 在隧道裡面假裝說失事 可是這個有沒有傳聞 有 可是有沒有證實 沒有 很多東西都是沒有證實 那另外一個這是什麼 北京人的化石 這個北京人 以前在中國是認為 是國寶級的東西 因為在那個 大家知不知道劉鵝有沒有 老殘郵寄裡面有沒有 那個龜甲裡面 就有很多就是附近 就挖到了北京人的化石 當初挖了200多塊的 那個北京人的骨骸 對不對 是 可是因為沒有完整的一整具 而且這個頭骨也只有一顆而已 所以那個時候後來 因為日本入侵 他們為了說這個珍貴的國寶 怎麼可以讓日本人搶走 所以那時候想盡辦法 跟美國聯絡的時候 要把這個北京人的骨頭 遇到美國去 那可是運的過程之中 突然間又不見了 也不見了 後來證實是這架飛機 在太平洋上空失事 那到底是不是失事 還是說被美國人藏起來 還是中國其實藏在某個地方 現在有的是一個謎 那另外一個就是琥珀宮 這個琥珀宮 說真的這個琥珀宮不得了 清帝輝煌 為什麼 因為這整個宮殿 是用琥珀跟黃金裝飾合成的 所以也金色色 金光什麼什麼水氣千條 對不對 他位於俄羅斯聖彼得堡附近的 凱撒林宮裡面 對 是因為他當初是贈送 贈與彼得大帝 就一直放在這裡面 可是德國入侵之後 又把這個琥珀宮 竟然整組拔走 也不見了 都拿走了 而且現在下落在 這麼大的一個宮殿 竟然到去哪裡了 到現在都還是找不到 你不覺得這個很神奇嗎 對不對 好啦 那不管怎麼樣 你看 這些大家都覺得說 當年這個日記納粹 到底把這個珠寶藏在哪裡 其實還有一個很有名叫 龍美友叫沙漠之虎有沒有 他當初也是因為 越奪了很多的珠寶 他講說我要把它運回德國 可是因為在地中海的時候 傳難對不對 可是人家講說不可能 為什麼 因為龍美友最後階段 他是加入了什麼 推翻希特勒的行列 所以那個時候 他不可能把珠寶運回去德國 人家講說這個德國 這個珠寶藏在哪裡 最有可能的就是藏在 北非的沙哈拉沙漠裡面 沙哈拉沙漠裡面 對 所以沙哈拉沙漠 除了金字塔之外 可能德國二戰裡面的珠寶 也會成為一個 大家所要追求的目標 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